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征明,欢迎回到读书时间 不久前我跟一个国内艺术圈的朋友聊天 一聊聊了将近三个小时 他跟我一样也是研究西方艺术的 也就是说和我面临着一样的生存困境吧 甚至他的工作状况和经济状况可能比我还要差一些 但是和他聊天的时候 我却能感受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深度交流之后我才明白 他之所以能在这个黑漆漆的吃人的社会里 保持这种生命力和创造力 是因为他心里面有盼头 他有一个欧美圈的偶像 特别喜欢他的画 每天都跟他在线上互动 两个人已经发展成线上好友了 所以只要他再努努力改善一下自己的经济条件 攒够了钱 就可以去跟偶像线下见面了 他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偶像 所以是有足够的动力的 而且这件事情完全是点点脚尖就可以实现的 所以这个事情就可以成为他的一个盼头 成为支撑他活下去 并保持创造力的这么一个精神支柱 那聊到这儿 我其实就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了 为什么我越来越觉得活着没啥意思呢 就是因为我已经没什么盼头了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 我原本期盼的事情已经是 无论我再怎么努力 也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了 除非社会环境变好 但是呢 目前有没有足够的证据 能够让我相信 未来社会环境会变好 当然了 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 都还是有一些目标可以被实现的 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些人 就希望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有的人希望能移民到发达国家 有的人希望能实现财务自由 但那些都是别人的目标 不是我的目标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所以我也不想为之付出任何的努力 于是我的人生就变成了一种 完全没有盼头的状态 然后又因为完全没有盼头 所以不知道自己活着有什么意思 只能通过一些外界的刺激 来让自己感受到 我还活着 我的生命之火还没有熄灭 就比如读书 当你的大脑飞速运转的时候 你才能感受到 原来我还活着 又比如吃饭 打游戏 追星之类的 当外界的刺激 刺激你的身体 分泌多巴胺的时候 你才能感受到 原来我还活着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这种感受 但我知道有个人肯定是能理解的 那就是已经去世半个多世纪的 法国文学家阿尔伯特·加谬 最近我读了他的小说处女作 快乐的死 读这本小说的时候 我发现这本小说的男主角梅尔索 简直就是虚拟世界的另一个我 快乐的死 这本小说的男主角 就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年轻人 梅尔索 因为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梅尔索早早的就过上了 996打工人的生活 每天呢就是 起床上班下班吃饭睡觉 就像作者描写的那样 他在一个大房间里工作 房间四面墙壁上有414个格子 里面堆满了各种文件 房间既不脏也不阴暗 但始终让人感觉是个骨灰存放处 死去的时光在里面腐烂 当六点的钟声响起 他终于自由了 这天是星期六 一回到家他就躺到床上 一直睡到晚餐时间 他煎了几个蛋直接吃了 然后又躺下睡着了 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 快到午餐的时候 他醒来 梳洗一番便下楼吃饭 回来后他填了两个字迷游戏 做完这件事 他便洗了手去到阳台上 除了某些夜晚 泡友马尔特来家里找他 或者和他出去 或者和突尼斯那些女朋友往来 在这盏肮脏的煤油灯 和几块面包摆在一起的房间里 她的一生都呈现在 这面泛黄的镜子之中 啊 又熬完了一个星期天 梅尔所说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有代入感 我知道有的人可能会说 生活不就是这样的吗 尤其是家里的长辈们 经常会对我们说 世界上那么多人 不都是这么生活的吗 怎么就你这么不满 就你对社会这么多抱怨呢 的确 这样的生活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像我开头举的 我朋友的那个例子一样 不管生活本身多么艰辛 只要你的心里有盼头 再枯燥再无聊的生活 都可以过得有滋有味 但问题在于 一个畸形的吃人的社会 会剥夺人们内心的期盼 会让人失去盼头 这才是年轻人厌恶当下生活的原因 这才是年轻人抱怨社会的原因 就像这本小说的主角梅尔所一样 他的生活其实很正常 用长辈们的话来说就是 这不挺好的吗 有什么好抱怨的 但梅尔所就是不快乐 就是厌恶当下的生活 只能用抽烟 约炮之类的刺激来提醒自己 我还活着 好 现在处在上帝视角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 梅尔所之所以不快乐 之所以厌恶当下的生活 是因为他心里面没有盼头 但是呢 梅尔所自己却意识不到这一点 他就有点像过去的我一样 以为自己之所以不快乐 都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 和足够的时间 而在遇到一个叫扎格尔斯的男人之后 梅尔所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想法 扎格尔斯是一个下半身截肢的 半身不随的残疾人 连如厕都需要别人帮忙 他既没有梅尔所拥有的青春 也没有梅尔所拥有的健康 但他却说自己过得很快乐 于是梅尔所就不禁开始思考了 为什么这个半身不随的家伙会活得这么快乐呢 他身上肯定是由我所没有的东西 那他身上有什么我没有的东西呢 说到这儿有的小伙伴可能已经猜到了 扎格尔斯拥有的正是梅尔所所期盼的东西 那就是足够的钱和足够的时间 没错扎格尔斯是个富翁 有趣的是谈话间扎格尔斯也在不断的刺激梅尔所 就说哎呀看得出来你很穷啊 所以你才每天上八个小时的班 所以你才过得不快乐 就好像在说赶紧杀了我这个半身不随的家伙吧 拿走我的钱 用我的钱配上你这年轻的健康的身体 快乐就可以从中诞生了 于是梅尔所竟然真的一狠心杀了扎格尔斯 伪装成自杀 然后拿走了扎格尔斯的财产 我知道有人会吐槽 这谋财害命整得也太容易了吧 但其实啊你继续往后看就会发现 扎格尔斯其实也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梅尔所认为自己不快乐是缺钱 扎格尔斯认为自己不快乐是因为缺腿 腿没了就不可能再长出来了 但是钱可以啊 所以扎格尔斯其实是把活着的意义 寄托在了梅尔所身上 利用梅尔所来进行了一场自杀 就像他在遗言中说的那样 梅尔所拥有这副身躯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快乐的活着 得到扎格尔斯的遗产之后呢 梅尔所确实摆脱了那令他厌恶的生活 他踏上列车去往了欧洲各地旅行 尽情地享受自然风光 海水 阳光 沙滩 美食和美女 然后从中感受到自己鲜活的生命 感受到自己强烈的信誉 作者把梅尔所尽情享受人生的这一段 描写得特别美好 美好的就像一场起立的梦境一样 而说到这儿相信大家就明白了 梦终究是要醒的 我们知道梅尔所是通过谋杀扎格尔斯 掠夺扎格尔斯的财富 才拥有了现在这一切的 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底层的贫穷的年轻人 只能通过谋杀和掠夺的方式 来实现阶级的跃升 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 从中反映出这个社会是多么的荒谬 而为了让这种可悲 这种荒谬更上一层楼 作者在故事的最后 必然会将梅尔所打回原形 而作者采用了一种最残酷的方式 就是让梅尔所去死 就这样 梅尔所的人生明明才刚刚开始 却染上了费结核 在美景 阳光 海浪 美女等 一切美好的事物中 在被激起的欲望和享受中 在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时 又一点一点地感受着 这鲜活的生命在费结核面前败北 就像小说最后写的那样 还有一分钟 一秒钟 他心里想着 这种生疼停止了 他成了众多石子中的一颗 在亘古世界的永恒真理中 回归内心的喜悦 读完这个故事之后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这本小说的名字叫快乐的死 那梅尔所的死 到底算不算是快乐的死呢 有人可能觉得 梅尔所在短暂的生命里实现了阶级的跨越 虽然实现的方法很不光彩 是通过谋杀一个人来实现的 但是他确实做到了呀 然后他又用一段时间充分地体验了 他所向往的那种生活 相信他自己也觉得这辈子值了 所以他是快乐的死 但有人可能觉得 梅尔所真正向往的其实是快乐 但是他通过谋杀扎格尔斯之后 过上了那种生活 其实只是用美景美食和美女来麻痹自己 跟过去贫穷的时候 用香烟酒精和泡友来麻痹自己 没有什么区别 这就好比穷人抽烟抽大千门 富人抽烟抽阮中华一样 只是香烟的牌子换了而已 本质上其实没什么区别 所以梅尔所从这种生活中 体会到的所谓的快乐 其实只是欲望被满足时的快感而已 他其实还没有来得及 从灵魂上摆脱自己过去的阶级 还没有来得及提升自己的欲望和眼界 所以梅尔所的死其实并不是 在真正的体会到了人生的快乐和喜悦之后 没有遗憾的去死 而是在享受快感的过程中被剥夺了快感 所以怎么可能算是快乐的死呢 这两种观点显然都有一定的道理 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梅尔所到底是不是快乐的死 其实完全取决于作为读者的我们 在他身上投射了怎样的欲望 我在视频开头的时候说过 我之所以觉得现在的生活无法忍受 是因为社会剥夺了我对未来的期盼 剥夺了我心中的盼头 所以当我把自己带入梅尔所之后 我对这个角色的期待肯定是 希望他能够通过自我成长 变得有所期盼 从而点燃生命 对抗虚无 但梅尔所却是通过谋杀扎格尔斯 侵吞他的财富来摆脱过去的生活的 我作为一个普通人 是绝对没有这种机会 去获得这种意外之财的 所以尽管梅尔所后来过上的那种生活 那种有足够的钱 足够的时间的生活 是我所向往的 但是我感受到的只是虚无 所以我不觉得他是快乐的死 但如果一个读者 他所向往的 就是某一天获得一笔意外之财 然后就去挥霍和享受及时行乐 那当他把自己的这些欲望 投射到梅尔所身上的时候 就会获得极大的满足 就会觉得 哎呀这辈子值了 所以文学作品 为什么这么有趣 这么迷人呢 其实就在这里 文学作品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让我们在阅读它的同时 更加了解我们自己 那关于快乐的死这本书 我们就先聊这么多了 大家对这本书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分享出来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阅读丰富人生 我是安征鸣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by bwd6